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欢子 今天我们到了山上摘西瓜 我们家的西瓜已经熟了 好大一个西瓜 这边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六七个八个还有八个西瓜 这个是最大的西瓜了我们家的 其他的还没长大 这个西瓜地是我妈种的 在我们贵州这个大山里面 这个海拔是一千八百多米 现在在这里 这个西瓜长得不怎么好 而且不会很大 所以在低的地方才种得出那个西瓜 特别好 不知道在哪个呢 就在那个大的吧 这个藤还没用老 我妈故意留了一个大西瓜等到我回来摘一摘 哎呀 背回去用冰箱冰一下 对了还要去摘点猪草 不可能跑到山上来就背个西瓜回去 这个地方好神奇啊 这条水哥上面不流水下来 所以这个地方中间一直冒水出来 在我们农村一般那个猪菜都是 就是打点野菜回去给大家吃 这种小的西瓜是挺好吃的 再点辣椒回家吃 这里有一片辣椒地 我妈种的 到时候辣椒红了之后 我们要做成那个辣椒酱的 煮汤了飞回来 已经天黑了 先去冰一下 先去冰一下 拿这个 放点血 因为这个西瓜太大了 放到冰箱里面放不进去 我们就有一个水冰块 这个西瓜差不多有十多二分间 在街上买的话 我们这里卖一定看这个牌 要差不多二十块钱 哇 皮好厚啊 这个我们自己家种的这个皮一点厚 这一半等下拿去冰箱冰的 我妈他们都回来了 所以我开西瓜吃 嗯 嗯 好吃 嗯 所以一辈子太为了冲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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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